主席各位先進,馬上請張主委 主委好,恭喜你新任期的開始 有幾件事情我還是要先確定一下 中選會是不是一個獨立機關 當然是獨立機關 對,那根據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的規定 還有四字第645號的規定 中選會是獨立機關,不受任何機關的監督跟指揮吧 應該是這樣吧 應該 那另外有一個公投審議委員會你也知道吧 公投審議委員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機關 他不算獨立機關 他當然不是獨立機關嘛 四字六四五也有講 其實公投審議委員會是設在行政院內部 他的性質跟中選會迥異嘛 完全不一樣嘛 完全不一樣 來,接下來就是我要問的問題 來,主委我想請教你 去年有關公投審議委員會 我們在這裡審查預算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決定 什麼樣的決定 就是如果行政院自己不編列的話 那個預算就 公投審議委員會本來就是行政院的內部機關 他的預算應該編在行政院 不應該編在中選會 是這樣嗎 所以2013年已經改了 對,我知道 那是不是改的合理 我們等一下還要討論嘛 來,所以102年的預算 我們在去年審議算的時候 我們後來刪掉怎麼樣 剩下一千塊嘛 沒錯 對,那公投審議委員會後來怎麼運作 公投審議委員會 我們是有部分人士去當他們的幕僚 就是我們的主任秘書 因為我們沒有主任秘書 所以是目前的父母 公投審議委員會的預算後來怎麼來 是因為那時候可能是要辦 核四的公投 所以就動支的預備金 動支預備金嘛 對不對 那主委我想請教你 這個動支預備金是不是由中選會提出來的 沒錯 是嘛 由中選會提出來說要動支預備金 那我請問你 預算法第22條規定什麼 預算法第22條規定 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這項目及金額 不得動用預備金 有沒有這條規定 如果刪除到零的話就不可以 刪除到一千塔還可以動用預備金可以這樣嗎 應該是 你預算法二十二條規定的非常清楚啊 被立法院刪減了他就不能動用預備金不是這樣嗎 不是 那為什麼中選會去提出來說可以動用預備金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已經要辦公投了 要不要辦公總司另外一回 是啊 怎麼會由中選會去提出要動用第二預備金呢 這個違反預算法耶 主委 有沒有 不是 誰叫你們動用預備金呢 誰叫你們主動提出 是由中選會主動提出說要動用預備金耶對不對 那公投審議文會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跟中選會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中選會提出說為了公投審議文會要運作 我們要動用第二預備金然後又違反預算法為什麼 為什麼 來主長 不是 跟委員報告啊 我們是根據這個 第七十條第一款的規定啊 七條第一款怎麼規定 就是圓列計畫 計畫費用 因事實需要奉準修訂至圓列經費不服 圓列計畫沒有修訂啊 是被立法院刪減啊 所以是二十二條啊 圓列計畫不足 或被刪減 圓列計畫改變的時候 才可以提供動用預備金啊 這預算法的基本規定啊 為什麼由中選會提一個 跟你們不相關的公投審議文會 然後說要動用預備金 我先要追究這件事情為什麼 原先還是屬於本會 就跟你們無關 為什麼是由你們提出來 公投審議文會我剛才講得很清楚 是行政院底下 行政院要讓他運作 行政院自己下去申請動用第二預備金 不是由中選會提出來嘛 不是那個時候圓列的計畫還是列在本會 還有一千塊 但是違反預算法二十二條啊 對不對我講的沒有錯啊 違反預算法二十二條啊 圓列計畫修改也要由行政院提出來 不是由你們中選會提出來嘛 不是圓列是列在本會的計畫啦 那時候還有一千塊的那個 你們這樣說沒道理啦 預算法很清楚 來主委我再請教 一百零三年編在哪裡 你剛才說有改變編在哪裡 行政院 編在行政院 那行政院怎麼編的 那我不曉得 行政院一五零七就是一百五十 五十萬七千元 他是由委辦事項委託給中選會 這個東西可以編委辦事項嗎 這個這個東西可以編委辦事項 我剛才講的很清楚 中選會跟公投審議委員會 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機關 這個東西你們是獨立機關 他是行政院的內部機關 行政院內部機關的工作 怎麼可以委辦給中選會 所以這一個的話 所以為什麼這樣編 我在這裡先報告一下 就是行政院 不管是在九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或者是一百年三月三日 他都是委託 主委 我現在就是要強調 其實我都知道行政院怎麼編 行政院都親菜編編的 啊準三 啊這空過高帶你們做 預算也你們編 這完全違反體制 完全違法嘛 完全違法嘛 是行政院的 就不能由中選會提出動用預備金 是行政院的 就不能由行政院編列委辦事項 這個依法行政 這個非常清楚 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你們應該堅持這個原則啊 主委 你們現在是新任的 對不對 這個會期已經通過同意權了 你們新任了 你們這個要堅持到底啊 行政院是依據行政程序法的權限的 行政程序法跟預算法都違 沒有錯啦 去年的去年的決議還在這裡嘛 沒錯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公投審議委員會 因回歸主管機關行政院編列嘛 不是什麼 不是委辦 對吧 這很清楚嘛 不敢選一個機關 怎麼可以委辦一下 你很白行的嘛 你很清楚嘛 所以現在的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中選會沒有堅持 所以行政院與取與求嘛 過去變在你們這裡 你們也不敢說話嘛 啊現在沒變你們這裡 但是委辦是交代給你們辦嘛 那這個都是違法的耶 主委怎麼辦 所以除非是把那些委任辦理的 那個公文取消 不然的話 我們就受委託 所以現在 我現在就要 我等一下會提出一個案子 我要求你們 上次在同意權的行使 所有的委員在這裡 都認為說中選會是一個獨立機關 中選會所有的委員都主張說 我們選政選 選務要合一 然後我們會要求說 中選會提出一個修法 提出一個修法 選政選務合一 一個月以後提出來可不可以 我們還是會 可不可以 建議 我們會建議上去的 不是建議上去的 你要提出來 給我們信嗎 提出來給我們信嗎 因為修法不在我們這裡啊 所以問題在這裡嘛 你們至少要提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中選會的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你們自己是一個獨立機關 但是沒有堅持自己是獨立機關的風骨嘛 對吧 你們公共的行政院不參與 你們也沒辦法 行政院交代你們委辦 你們也基於委辦 你就跟行政院說 你要叫我委辦 因為我們是獨立機關 我就沒幫你接 不行接 對不對 因為中選會 這個才依法行政嘛 中選會的立法是經過立法院通過的 對啊 所以是獨立機關的 這個立法院講得很清楚啊 對 那裡頭只寫選務 沒有把選政 所以嘛 現在內政部都修法 要把選政再拿回去了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中選會要民政的表達你們的立場嘛 你們只說我們跟行政院建立 但是行政院不理我們啊 你們建議也不是第一天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要求主委 等一下我們的決議會做到 就要把這個講清楚 來主委我請教你第二件事情 現在我們明年有很多項選舉對不對 那選舉有所謂的辦理選舉期間有沒有 有 辦理選舉期間直轄市長是幾個月 應該是三個月 三個月嘛 縣市議員幾個月 也都是 也是三個月 鄉鎮市民代表幾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 那鄉鎮市民代表裡面 有沒有中選會跟各縣市的選委會期間又不一樣的 有 各縣市選委會規定的是三 兩個半月嘛 對不對有關鄉鎮民代表的 對對 或鄉鎮市長嘛 中選會規定是兩個月嘛 為什麼會有期程的差別 因為那個 整個選舉籌備的期間不一樣 那 那個 中選會說兩個月 你們中選會你們沒有公道 各縣市 縣市選委會也沒辦法做啊 對不對 啊所以他們的時間為什麼變得更長啊 為什麼 啊主委 回歸一個問題啦 主委 明年這五合一或七合一 其實這些選舉通通合並在一起 對不對 那現在看起來又有這個趨勢 中央選舉一次 地方選舉一次 所以合併選舉以後 我們的選舉期間其實要做一個調整嘛 對不對 選舉期間應該做一個調整 要把選舉期間做一個整合 中央跟地方才不會亂去嘛 應該是要這樣嘛 所以 現在規定有的三個月 有的五個月 有的兩個半月 這些都不太合理嘛 我們要把它定為四個月嘛 所以 未來應該把它整合在一起 中央的到底幾個月 地方的到底幾個月 要規定清楚嘛 這做得到嗎 可以啊可以啊 在半年內提出一個計畫 好不好 在半年內提出一個計畫 啊不然這裡 直轄市市長 總統副總統五個月 直轄市市長四個月 然後縣市長三個月 鄉政明代表兩個月 然後縣市的選舉規定又不一樣啊 這很奇怪啊 應該都要統一啦 所以主委 我今天告訴你的 我還要強調一次 中選會到底是什麼機關 你們要有你們的風骨嘛 不講話人家就行政院 根本不把你當一回事嘛 那第二個就是 這裡有關相關的這些事物 應該要把它統合 才能夠與時俱進嘛 阿不阿不就 英國人放在一起嘛 我們問題是一大堆嘛 那個沒問題 這個部分可以處理吧 好謝謝主委